觀眾朋友大家好 大家晚安 歡迎收看3月22號 星期五為你播出的 新台灣加油 我是徐桂雅 市議員的天職就是監督市政 把關預算 但是國民黨台北市議員 陳崇文他卻是把議員的身份 用到爛掉 用到臭掉了 涉嫌他是土地業者 台志光 那本來是被交保的 但昨天跟財之後 整個逆轉了 他被收押了 為什麼陳崇文在交保之後 因為什麼關係 是因為他在交保之後 他做了一件事情 叫做勾串共犯 或者是證人 他居然在交保後 還做這個動作 現在被收押 那對於陳崇文這個案子 柯文哲 他今天他是算講萬安 他說事情鬧這麼大了 已經是這樣的情況 你怎麼還敢再邊預算 又多邊九千萬 實在是太厲害了 柯文哲有什麼資格嘴講萬安 他怎麼不解釋那八年的任內 你是怎麼你不處理 台志光他的姿態也是非常的高的 甚至還嗆聲 台北市警察局長說 你可能會官位不保 好 那台志光他究竟他的北区是什麼人 我們要來追 哇 居然是跟國民黨黨主席朱立倫的中人拔 高玉仁家族是有關係的 那當初是什麼樣的推力 讓郝龍斌市府要簽這樣長25年又是不平等的條約 來獨厚台志光呢 今天我們繼續來追 再來看到的是紀錄市長謝國良 他也是最愛簽長約嘛 那我們來看政治業力引爆了 公民拆糧行動呢 他們發起罷免的連署 那今天我們邀請到的是拆糧行動發言人 李彥榮來到節目上來談 那最近不是刮起了粉紅操跑的這個熱潮跟旋風嗎 苗栗白沙屯媽祖遶境 那今天破天荒 他進去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是雲林縣政府的大樓裡頭 然後我們就看到了 縣長張立善整個頭腳 還有包括這個市府團隊 一起來迎接 那他的這個情緒是還蠻激動的 都已經到哭的這個程度 那他還說他希望 媽祖可以讓雲林縣能夠脫離貧窮 可以創造雲林縣的就業機會 那我就覺得很奇怪 這不是你管長的這個媽 為什麼你責任 你要叫媽祖來扛呢 好 今天開始更多討論之前 先來介紹來賓 首先歡迎的是 桃園市議員余北辰 余將軍 各位好 大家好 歡迎民進黨立委郭國文 大家好 好 接著歡迎時事評論員周偉航 大家好 好 左手邊來介紹 民進黨的台北市議員趙一祥 大家晚安 大家好 還有資深媒體王詩琦 大家好 你聲音好像沒有那麼 沒有那麼虛弱 用力 好 來 我們呢 有一個來賓遲到 是國民黨立委 葉元資 他等一下會到 那稍後還有拆量行動發言人 李彥榮也會加入討論 那將軍我先請教 因為立議員嘛 那因為這個 國民黨的台北市議員 陳從文這個案子 本來是200萬元交保 那現在問題 動作太多 所以他是庚裁被收押了 那庚裁的理由 其實重點一件事情 他居然還去勾串證人 有這樣的一個行動 就被發現了 那還有一個部分呢 他還去騷擾局處 因為據說他那個所資 特資料 也在交保後 還有繼續這樣的動作 那我比較想要請教你的是 因為現在一層一層來這個就是說解鎖 然後發現說原來這個背後 其實跟什麼有關係呢 我們必須要往這邊來看 從這邊來看 他到底是什麼北区什麼背景 我們好奇 那我們來看 說台智光他的這個股東是台通光 台通光的這個股份的股東結構 又有一間叫做 玉華投資開發公司 這間公司的這個董事長 就是朱立倫的岳母 然後董事就是朱立倫的長老婆 還有呢 包括高師伯高師傅 他的小舊子監察人 是朱立倫的太太 這個案子 郝龍斌當初簽 簽長達二十五年 而且那個保底說 每年有四億可以保底 所以二十五年的約就是一百億 那現在扯到朱立倫身上 你有看到朱立倫怎麼回應嗎 他說又來破髒水 他說民進黨就是戰狼 在哪裡攻擊 對 他只是罵你戰狼 你能夠解釋清楚說 是怎麼 怕你會跟他走得有關係嗎 攻擊朱立倫 就是攻擊國民黨嗎 朱立倫的事 就是國民黨的事嗎 我相信絕大多數的國民黨員 尤其是剛剛被掃地出門 跟我一樣的黃復興黨員們 一定不認同這件事嘛 對不對 朱立倫 人家說朱立倫說 我沒有錢 沒有人相信 沒有人相信 朱立倫在國民黨裡面 算是家事背景 比較快樂的中年人 對 我們是比較辛苦的中年人 快樂的等級有分就對了 有有有 他的快樂跟這個基隆市長 應該差不多了 互相上下的快樂 他們都是快樂 一個是成年人 我們都是比他在略低的快樂 低蠻多的 低蠻多的 所以說這一次 臺志光的事情 朱立倫略顯尷尬 為什麼略顯尷尬呢 涉及新聞不宜評論 那至少出來講清楚嘛 請問臺志光的大股東 臺通光 臺通光下面的玉華 是誰家的 你有看過一家公司 董事長是媽媽 董事是爸爸 然後兒子們 不是董事就是監事 你有看到這種公司嗎 說句實話 朱立倫說 那是你們見識太少 我越人家就是這樣啊 這樣可以 你有錢 成立公司 自家人的家庭股份 有限公司 我覺得我都沒有意見 但是你介入所謂的公股 介入公家的招標案 就不一樣 我告訴大家 郝龍斌市長在2012年 簽了這個太上皇合約 是BOT案 他有什麼樣的優先的 這個所謂的特權 第一個 他有溢價權 什麼叫溢價權 不用招標 我來開價格嘛 對啊 而且他又是優先 所以我開什麼價格 基本上 不用招標 就是說我今天告訴你 這個網路多少錢是 就是多少錢 不管別人多便宜 只要你市府的預算 能夠致應我提出的溢價 這個合約就持續有效 也招標 第二個呢 他有使用權 也就是說 我開始得到了這個 這個所謂的 這個溢價權之後 我所有在台北市的 這些光纖網路 我優先使用 那你台北市 要做電眼 監視器這些 我還可以去跟台北市 各個社區去做協調 所以你要不要能夠跟警政網路 掛在一起 你們社區會更安全 你們社區 需不希望跟台北市 用一樣這個公司的網路 來維護社區的安全 社區還問過台北市 台北市說 對沒錯 你們自己去問他 我們不否認 有這麼好的事嗎 整個台北市就是他家 整個台北市的光纖網路 使用權 全都歸他 還有沒有 還有一個叫做高簽約金 我的簽約金比人家高 對不是你給台北市的比人家高 是你的簽約金比人家高 那台北市就認給 我就奇怪 從基隆到台北市 怎麼都做這種合約呢 基隆市 我多給你錢 我不要 我給你100不要 我五毛就好 台北市說 你的簽約金太低 你我不要 我要高簽約金 這表示什麼 這表示背後的後台 極為硬 那大家很難不聯想到 現在國民黨的主席是誰 不就是朱立倫嗎 那你說 那跟郝龍斌有什麼關係 朱立倫 在2012年 當時簽的約 朱立倫在2012年 在國民黨裡面叫什麼 叫國民黨的明日之星 國民黨各縣市全敗的時候 朱立倫是存活下來的 新北市市長雖然不多 兩萬票贏下來 還是贏 所以他是當時國民黨的明日之星 有哪一個縣市 不想跟朱立倫好好商量 好好做朋友 所以從2012年 哪怕是好市長 都簽了這樣的太上皇合約 但我補充一下 因為我就很好奇說 那請教一下這個台智光公司 究竟是和年和月冒出來的 那就是因為這樣做出來 因為這個案 我超驚訝的是 他的成立 是從他們的官網 是 他的官網上面公司成立 他就是在2012的1月6號 當時新成立公司 然後馬上就可以 到台北市政府的合約 就是因為我要吃這個合約 所以成立了這個公司 可是大家就去追這個公司 後面台通光 台通光的玉華 百分之百的股份 居然是朱家的 朱家月人的 朱家藏人的 這個大家不起疑鬥嗎 朱立倫不需要出來做個說明嗎 那請問台智光的董事長是誰 台智光的大股東是誰 台智光大股東玉華裡面 從董事長董事監事是誰 講不講得清楚 朱立倫只用一句話 民進黨不要看到事情 就用政治追殺 想把國民黨打到歷史的灰燼裡面 我再次強調 朱立倫不等於國民黨 現在這件事情是針對朱立倫 你們家的董事們 還有董事長們 你要把這個事情講清楚 因為這是台北市公帑 這不是國民黨的黨產 你說黨產追殺 現在台北市的公帑也是追殺 台北市的公款也是追殺 我覺得當陳崇文被收押禁見之後 為什麼不讓他開會 怕這一串肉掌全部抓出來 所以說最好不要講 最好不要談 蔣萬安你要出來 蔣萬安如果現在你不講 一年後變成你的事 蔣萬安現在不講 未來就變成你的事 所以蔣萬安要主動爭取說 不管你們議會到多少人 我市長主動來說明 這才不違背 你這麼清廉的好形象 好 因為這個事情 到底是不是一顆肉掌 還是幾顆肉掌 我們還不知道 但是陳崇文議員 他已經被收押了 那剛剛不是講說 他其實是有勾串證人的疑慮 對不對 那以翔 你在台北市議會 我請教一個部分 因為我們的獨家報導 有特別講到說 其實在2022年的時候 這個預算 要政黨協商的過程 然後說有一個親藍議員 跟王世堅 當時也是議員 現在是立委 他爆發的衝突 而且既然一言不合 他為了幫監視器來護航 可以棄到什麼程度 鄉鄉要把椅子拿起來 要貓下去 就已經到這種程度了 怎麼會這麼誇張 你預算 不行 你怎麼可以砍九千萬 你才叫我救我救 不覺得很離譜嗎 超級誇張的一個狀況 郭小姐 因為大家知道這很多錢 這幾千萬的事情 你為了幾千萬 你會不會砸個椅子 搞不好願意 所以我就說 最近 不是 我跟你講 你這樣說 我現在拿個椅子做事 我對我的廠商好交代 大家看不下去啊 他覺得王世堅擋財路 就是很顯然就是說 王世堅現在因為在監督 拔棺預算 大家覺得說 如果砍了之後 會不會影響到 我跟廠商的關係 這可能是許多人在想的嘛 我跟你說 最近國民黨黨團 台北市議會黨 真的是顛倒是非 是非顛倒 為什麼呢 最近我們看到 待會討論到 他們發動假期動員 因為假期動員 平常是說要求大家出席 或表決 他們發動假期動員 不讓大家去開會 我們待會討論到這件事情 他那個假動 我們要改個字啦 真假的假 假假啦 就是沒有要動嘛 那另外一件事情 當然就是說 通常議員 因為議員其實沒有辦法 增加預算 只能去砍預算 那預算為什麼要砍呢 因為大家要拔官監督說 到底這件事情 有沒有符合到市民的利益嘛 那今天反而我們看到 國民黨包括陳成文在內 在警政衛生 看到這個監視器預算 覺得太低了 要繼續增加 真的是顛倒是非 沒看過這種要求 沒有看過 那我先講一件事情 事實上最近一直挖到寶 因為我們知道 高宏一直在挖那棒球場 那挖不到什麼寶嘛 對不對 但我們就挖到陳成文 挖到好多寶 包括待會兒我會提到 這個殯葬的人員的部分 但我先講陳成文的本身 現在我覺得 第一個司法單位做出 完全正確的決定 就是不能讓他 這個交保釋放出來 為什麼 大家不要忘記一個關鍵 這關鍵是什麼呢 今天陳成文 即便他今天是被控說 這個收賄有不當的得利 對不對 但如果他今天交保出來 他還有一個身分 叫台北市議員 他一人是台北市議員嘛 哪有說今天 你被涉嫌說可能是貪污 可能是收賄也好 結果出來可以繼續監督 台北市政府的 這是荒謬之急嘛 我跟你講 因為他不是短暫的 這個交保的期間 他就做了一件事情 除了有勾穿證人之外 他又去要資料 怎麼樣資料 他的要資料是監視器畫面 可能會有存檔嘛 他不是要一隻兩隻 他跟你講我全部都要 我要三百六十五天耶 要三百六十五天 你知道如果假設燒成光碟 一台這麼大台 可能已經到天空了 可能光這個警察局 要燒這些光碟 可能是全部局內的人 每一個加班 加班到不知道幾點 因為真的很辛苦 但是各位姐 因為我們台北市議會 四月八號就要開議了 如果陳成文是出來 還可以參與開議的話 他還可以叫局長來他辦公室 直接跟他交代指示事情耶 這就是他過去的做法 那未來如果他假設出來的話 確實還有這個身份存在 所以司法單位做了一個正確的決定 就是繼續收押 因為收押這一塊非常重要 但現在台北市裡面 其實我跟客家姐報 因為真的很多市府的官員 我私下聽到 對陳成文是超不滿意的 超不滿意的 因為覺得被陳成文羞辱 罵罵 甚至於晚上十一點 還站在那邊罰帳不能下班 大家覺得說太痛苦了 晚上十一點為什麼不能下班 因為還沒罵完啊 繼續罵啊 就是要你這個預算繼續增加嘛 不得要求你預算減少啊 所以繼續罵 很多市府官員很不滿 那我聽說的是這樣 很多市府的官員就我對高層 這個直接去通風報信 說這可能是有問題的 那後來台北市議會現在在傳說 會不會是台北市的正風處 直接去把資料轉給減掉 那我先講一件事情 如果正風處這樣做的話 是百分之百完全正確的事 為什麼 有必要就抓 我管你藍綠 你今天就算蔣萬執政 你國民黨議員收匯 如果涉嫌到相關的司法爭議的話 就辦嘛 這個是該有的責任啊 但是今天蔣萬竟然說什麼 竟然說 我相信這個李四川 副市長 李四川不會這樣做的 他說絕無可能 絕無可能 這個很奇怪 如果有司法爭議 那你今天看來是 蠻有可能是有的 結果你講完說 不會是我市府去處理的 是你市府涉入的案件 如果今天不是你市府 要去幫忙司法單位 那是誰要去配合調查 所以我覺得這整個是顛倒是非 時期的部分 因為其實今天我覺得 那個畫面非常的諷刺 他收押是不是要關進去 那個是看守所 要到看守所去 因為有移送的過程 對那移送過程 大家就是注意到一個 現在社會非常矚目 就是那個惡保母 那個虐童案的那個保母 除此之外 他又跟另外一個殺人犯 畫面上其實是 童框在一起 一起收押的 我覺得再兩天 這個粉紅超跑在鏡像 媽祖真的是有眼 你看看這張照片 童框的這些人 都是罪大二極 殺小朋友的 就是虐死小朋友的 這是陳重文 陳重文還看鏡頭 沒有人看鏡頭 只有他 還有臉看鏡頭 你涉嫌A了台北市民 這麼多錢 還有臉看鏡頭 然後這一張照片 全部都是在移送的過程當中 被拍下來銅框 也就是說這些人 其實一樣都是四大惡人 四個 可以說四大惡人 然後講到說陳重文 他當時2022剛不是講到說 哇那個做事要 有人要拉椅子 不知道是誰 我不知道是誰 可是因為當時 因為陳重文關心這個案子 也好幾年的時間了 然後他過去也不是在 警政衛生的這個委員會 他是在教育文化委員會 可是他都會跑過來 跨到這個領域 然後去那邊大小生等等的 而且這些年來 他跟台北市政府所資 鎖這個台志光的資料 據說高達1000多 也就是說台北市政府的公務員 就不斷的應付台志光的所資 議員的所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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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到底那個數量有多少 有一說是1000多次 然後也有說數百次 也就是說非常非常的頻繁 好 那你所知 其實這件事情 都會造成公務員的莫大的壓力 甚至於在過程當中 因為議員應該刪預算 但是這個議員 卻要求不准刪預算 並且要提高那個預算 提高到的程度是 連市警局都覺得 真的不好意思 我們真的不用那麼多錢 所以他也不知道 還去拜託 拜託綠營的說 如果你到三天 我們要把預算守住 不用再增加了 搞到警察局長 不知該如何是好 只好繞過去 跑去拜託民進黨的議員 那個預算夠了 可不可以刪 因為他警察局他也罵 你們局長要不要做 是不是要下台了 我可以弄到他下台 你知不知道 而且兩個局長都被恐嚇 我可以把你弄下台 你說兩個局長是前任後任 前任後任都這樣 台北市警察局的局長 都被議員這樣子 被台志光這樣子罵 把你弄下來 那你說警察局怎麼辦 警察局就不敢跟台志光 因為他們認為 台志光應該是撐腰的力道很強 否則不敢這麼大聲 好啦 那現在被翻出來 這個是好龍兵當時的契約 我們就一直覺得很奇怪 就是說你要簽一個這麼長的約 因為他約到哪一年125年 就說好龍兵你幹嘛要幫 下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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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再下任的市場 做一個這麼長的決定 因為這種光纖 電纜 然後這種科技類的東西 其實它進步的速度非常的快 那所以你一旦綁定了一家 你就會使得 可能有機會喪失掉台北市 再持續精進的可能性 那你好 沒有關係 你綁了這個月對不對 那現在大家又翻出來 剛剛已經提到了 台通光 台志光 玉華投資 然後當然翻開一下 這個高師伯 高哥哥 高爸爸 這個是朱太太 然後這是高媽媽 全部都是你們家的人 會不會是因為這一層的關係 使得台通光跟台志光這一條線 他們的腰杆相當的有支撐的力道 使得他們講話的分貝可以非常的大 那也使得這個警察 警察局長都要被台志光嗆嗆說 把你換 我是可以把你換掉的 誰可以把你換掉 一家民間的公司去跟一個公務員說 我可以把你換掉 你不覺得這件事情很不合理嗎 那如果這個名單都被翻出來 都是高家人的時候 作為一個國民黨的黨主席 你都不需要解釋 你都只需要用政治上的回應說 你戰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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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要理你 我不要理你嗎 那就算你不要回答你高家人 其實你應該回答你高家的事情 那你要不要回應一下 四大惡人其中之一 這是國民黨的啊 那國民黨如果涉嫌這樣子的這個案件 用兩百萬這樣子高額交保 第一次高額交保 後來押回去 在這個案子當中 國民黨難道不用有態度嗎 國民黨對於貪污案 是沒有態度的 這像話嗎 不是號稱最會改革的朱立倫 你連黨內的黃復興 都改革的一塌糊塗了 你怎麼不改這個貪污的 還是國民黨不容許黃復興 但是容許貪污 倒是出來講話個聲嘛 是不是 大開眼界 金句金句 黃復興要不要出來 聲討一下朱立倫 他不見容你們 你們不見容於他的眼中 可是貪污犯 見容於黨主席 這個標準在哪邊 是不是朱立倫 你難道不用講一聲嗎 公體有這個陳崇文 他那個公司 那因為他是他的朋友的名字 可是可是厲害的是他的資金 全部資本額三百萬 通通都是陳崇文的資金 那間公司我們來看 公司在哪裡 這是很平凡的一個民宅 很平凡的民宅 公司就在某一個 我記得是五樓 這邊的五樓 然後說裡面擠了十幾二十間 因為我看到數字不太一樣 有說十七間 有說三十九間的 立倫就說 我是跟陳崇文合開公司 但是那三百萬 從頭到尾都是陳崇文出的 他說陳崇文 他從來不會過問 我們是怎麼營運的 我們是賺錢不賺錢 他都不在問 而且我本人 我做生意 我也都不會用陳崇文的名號 不然請教一下 當時他投那三百萬 然後後來把那個資金抽走 是為了什麼 不就是為了要借一個 你看市議員 這樣比較好做的行李 就是會起人疑鬥 立倫營公司的這個部分 他根本不是 陳崇文不用自己去處理 為什麼 給朋友掛他們朋友名字 看就好 陳崇文最重要的任務是什麼 就去拿業務 去拿單 拿order 就是下游的廠商 陳崇文在這整個事件當中 他在議會裡頭 擔任的角色 就如同在外面為事的一樣 那為事之後 他又下包給另外一個為事的 就是拿椅子要敲的那一種 變成是什麼 變成民進黨 變成警察局的為事的 民進黨的議員 反而要去說 我們覺得假的 叫警察局長的意思 變成那真的很荒謬 兩種畫面顛倒 可是曾崇崇下游的 在order在前面 在當小弟的 其實賺的都不多 曾崇厲害是大哥 大哥是誰 我跟大家講 剛剛大家有提到 因為我們剛剛講說 這個台智光的誰去成立的 因為這個案子而成立的 就是案子公司 案子誰成立的 就是台通光電 對 台通光電 民國九十年的時候 就標 專門在標政府工程 就已經標了三百件 他曾經最高的紀錄當中 還標下國防部 軍情局的這個採購案 相差只有六百塊錢而已 相差只有六百塊錢 所以他們從以前 相差六百塊錢 是怎麼意思 底標相 底標只差六百塊 好準喔 精準 很精準 但是還是輸微風一點點 完全一樣 那六百應該是 搭計程車的費用 所以說這個根本是 政府標暗網 所以說這由來已久 那我們就要看 台通光電 這個才是真正的 厲害的地方 真正的上游 當初的董事長是誰呢 我去把它調出來 當初在民國九十年的那時候董事長 就是誰 就高玉仁 玉華通知公司 法人代表 法人代表就是高玉仁 那時候高玉仁 從那時候就當 這個台通光電的 台通光電的這個董事了 好 你看他當了多久 到了一百年 已經超過十年了 到那時候 玉華投資公司的法人代表 改成誰 改成一個叫蔡美麗的 也就是說 玉華通知公司 擔任這個台通光的這個董事 高達十年以上 我又掉了 掉出來 他在2012年 到2012年 十大股東 十大股東 還有包括這個玉華投資公司 佔了多少萬股 53萬股 53萬股 也就是說 長期以來 玉華投資公司 高家 跟這個台通光電的關係 非常非常密切 而且他們非常善於 標政府的標案 所以說 在當初好龍編會展 這個標案 交給這個台智光 剛才陳崇文 我認為不是陳崇文 我認為跟高家的關係很大 所以也就是因為高家 去標到這個案子之後 台智光 有這個案子 有這個25年的長約 超過100億的肥約 甚至有時候還會超過 超過那個4億以上的底標 那個價格 所以這種情況底下 我只要標到這個案子 我就吃不完 好 你哪有這種事情 你想一想 我標案子的業主是誰 台北市政府 業主應該是高高在上的 業主應該是什麼 是賣方市場 你來標我的工作 你要聽我的話 就你還恐嚇警察局長 說我要讓你弄下台 怎麼搞成這樣子 中間一定有很多 不可告人之秘密 所以說我是覺得 現在抓到的陳崇文 老實說 在整個產業鏈的分工 下游的 他只是賺那種 工庫錢 風險錢 就像為事的小弟一樣 最會賺錢的是 資本利得那一群人 最會賺錢的是 拿到政府標案的人 當初誰讓他拿到標案的 預罰投資公司 一定有關閉 這朱立倫 你敢不可以出來說一句話 你們中南北 那時候 如果這麼厲害 你不就出來打幾步了 因為委員剛剛爬書 其實非常細 我們看看朱立倫怎麼說 來 原資委員 今天遲到了 來 我跟你請教 朱立倫講說 民黨在胡說八道 用十幾年前的舊資料 請教一下 陳令那時候的資料不重要嗎 難道這時光 飛視之後 我們從中間一度什麼更迭 然後從那邊開始嗎 就是要從源頭的那個時間點 是誰標到的嗎 他說現在早就已經不是台通的股東了 跟台資光也就沒有關係了 然後如果賴清德要重犯戰狼的話 台灣政治永不安寧 因為他沒辦法改遍 所以他只好用政治的方面來說明 那請教一下 你的黨是不見榮 黃復興 但是見榮 陳成文這種貪污嗎 這個問題問啦 那朱立倫回答說 我們就是當 照黨紀來處理 希望根據證據說話 尊重司法 不敢說 不敢說 那原汁我請教 我們在爬書的時候 講到這個玉華投資開發公司 高家的爸爸 高家的媽媽 然後朱太太 還有這個高弟弟高哥哥這一類的人 那請問一下你怎麼來看 我覺得現在發生的事情跟當時 當時的事情也不能連在一起 又不是說他們當時他們公司他們台通 台通光對不對 他們有股份 所以現在事情就跟他們有關 因為他們都已經賣掉了 不是不是 因為他的合約 對 是一個很肥的約 那現在大家就質疑說 台通光為什麼可以拿到這個合約 是因為高家關係嗎 是有利益輸送或官商勾結 這種東西我覺得也是要有證據 也不能說 因為他們有投資 所以他拿到的標案 就一定是有問題 如果是這樣 他們本來他們就是有很多投資事業 什麼事都不能做 所以如果說是有利益迴避的問題 那不應該 或者是說有行賄 導致於他取得合約手段不正當 不應該 可是如果沒有的話 僅是因為他們家有投資 然後取得這個合約 然後就說他們一定有問題 那我覺得政府以後采購法 也可以定個標準 就是說只要政治人物 有投資的公司 都不可以去參與政府 採購什麼什麼什麼 那如果沒有的話依法 我覺得就不能說 他們一定有問題 現在大家就是撿到槍了 朱立倫泡一戲 現在感覺都是這樣 可是沒有拿出一點證據出來 不會耶 就是說現在大家的期待是說 那朱立倫要不要稍微的說明一下 沒有關係很好 因為沒有人有什麼任何的 不法勾當的證據 但是因為那是他們家 這個姻親家族的這個企業 那所以作為一個負責任的黨主席 最大在野黨的黨主席 難道沒有責任說 稍微幫大家解個禍嗎 但是我覺得現在感覺就是說 指控別人都不用證據 然後就一直叫人家出來說明 那他當然會覺得說 我什麼時候沒有做 我就要每天被迫出來說明 而且這就是民進黨開記者會 就是一個政治工坊嘛 那他不想隨之起舞 所以他會這樣子 那我覺得我認為說 如果有問題大家就把他指出來 沒有也不要 也不用去就影射他 那國民黨對於陳崇文的態度 當然他就誤枉誤眾 也沒有人在幫他講話 這幾天也沒有人在幫他講話 這跟黃沐欣不同事情 黃沐欣是整病 那國民黨如果說有人貪污 也是有停權 也是有黨紀處分 所以絕對沒有什麼 容許貪污的部分 然後再來就是議員的部分 我覺得我們就也是有一把尺 至於說市府的部分 我覺得蔣市府 最近都受到柯文哲的污衊 柯文哲一直講說 這個案子在他的任內 他就一直在擋 然後現在蔣市府 居然把預算提高 然後去扯說蔣萬安有問題 問題是蔣萬安為什麼會提高 那是因為服務增加 就是說你買的東西比較多 當然錢就會比較多 是因為第一個他提升速率 從兩枚變三枚 第二個監視器也增加了 所以當然整體預算增加 可是他預算增加 他用的費率是誰訂的 是柯文哲訂的 是柯文哲訂的費率 跟柯文哲跟 柯文哲時代的警察局 和業者簽的協議 訂出來這樣的預算 那後來訂出來 這樣預算之後 還往下砍 所以變成單價 變成三美才兩千一 那我覺得整件事情是這樣 就是說其實警察局 也是很想要把那個預算降下來 因為他們業者很強硬 業者很強硬 然後警察局也是很想要把 但是業者很強硬的源頭就是好市府的霸王條款 我覺得這個可以討論 我說今天發生的事情是這樣 就是業者很強硬 就是說一定要三美要兩千二 然後警察局就是一直跟他談談 談不下來 可是又要送預算怎麼辦 就趕快先預算 就先送出去五億多 然後但他覺得說 莫名其妙為什麼這個業者和吉他局 觸籤三美只要一千七 為什麼就是我冤大頭兩千二 所以他就很不爽 可是又談不下來 因為業者威脅他 如果說你要給我降的話 到時候你萬一監視器斷線 或是很模糊不要怪我 那講下去就被掐入咽喉 所以先送 送了之後他就希望說議員去砍 議員砍完之後 他就有個藉口去跟業者講說 這不是我的問題 你看是議員砍 他們其實策略是這樣 所以是送這個價錢出來 所以整件事情警局其實是很不爽 像這兩天週刊報出來那些故事 怎麼會有那麼多故事 還講到說這個業者請了一個殯葬處的 國會議會聯絡的人打點每個議員 然後穿梭如何如何 這都聽說都是警察講出來的 因為警察也在議會穿梭 然後去講這個故事 所以我說你看連警察就行政機關 所以就一級行政機關 他都是這種對業者都是這種態度 那上面副市長李士川 也是很強硬的態度 那跟講話就一點關係都沒有 所以我覺得柯文哲不用把這個事情 導到政治鬥爭好不好 我覺得你也沒有做得比較好 其實言之講得非常好 政治人物就不能標公家的案了嗎 那請問光電案呢 疫苗呢 還有生化科技呢 為什麼要痛哭流涕 有這必要這麼感動嗎 是不是原本預期不會進來 是不是原本 運動有愧突然進來了 哇突然感覺到獲得救贖 所以讓痛哭流涕 兩層 哇塞 哇塞 哇塞